Hello 大家好 莎姐 重要的事要講三次 所以今次11月24日就來到了 我會重新再講一次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確保你將選票去到你真的想選的人 因為如果變成廢票 大家冒著危險去到投票站 去投票後原來變成廢票 那就沒什麼意思 大家記住 盡量一群人去或盡早去 因為傳說 那群黑衣人一早投票後 就破壞選站 即是投票站 你們就不能去投票 但都是會延期 另外一件事 如果投票站有混亂或失控 即是爭拗 總之是持續過半小時 或者有任何事是持續過半小時 即是可能他們騷擾或失控 是持續過半小時 那選舉主任都會即時叫停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跟那些叫囂的人 黑衣人去任何爭執 盡快進去投票的地方 因為你進去投票的地方 他們是不能進來的 你就可以安靜地去投票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跟他們有爭執 好了 要注意的事項 我都很感謝網友寫完給我的 我自己都會在等一會 會照片放到我下面 大家就可以看著列列做事 第一 我們建議大家 就一定不要投給支持暴力 即是泛民那些 不是所有泛民都支持暴力 但他們和暴力是不割席 其實他們是支持暴力 而且看到那些年輕人 你看到他們不停地在煽動 不停地在鼓勵他們去暴力 經常在立法會上跟他們說 你們要道歉 你們要道歉 叫其他人道歉 就鼓吹到那些年輕人 以為他們自己是正確 所以他們才堅持更加加重的暴力行為 所以一定不要投暴力那邊 還有最好投香港 對香港有建設性的意願 即是有些只是在拉布那些都是不好 即是你真的投香港是有建設性的意願的一票 那選舉前的注意 檢查清楚你自己有沒有那張 投票那張確認那張 第二 檢查清楚你的投票站和地址 不要去錯 然後記住戴身份證 Copy不行的 一定是身份證本 記住戴身份證 好好保留你的身份證 然後第三 11月24日 最好一早去投票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黑衣人都會一早去投票 然後破壞會場 所以大家一早去投票 他們就不敢去投票 當然警方也說了聲明 他們會加派人手在每個投票站幫忙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安心 因為現在我會覺得警隊很辛苦 但是11月24日那天他們會更加辛苦 因為他們可能練踩幾間 然後過一天又會繼續踩 所以我們應該對我們的警隊有信心 但是我們都要顧及安全 不要廉事鬥非 所以還有一班人去 因為你要知道那些黑衣人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些無膽的匪女 如果你一人多 他們會立即縮 你明白嗎 我們看很多片都知道 如果你人多過他們 他們會立即縮 但是如果你單調 他們就會一班十多個圍拜 來打你 所以最好一班人去 如果遇到麻煩的 即時報警 或者即時躲進去候選區 那裏應該會有職員 保住你 所以你不要擔心 盡快進入候選區就可以了 但亦都相信會有很多人排隊 那 就不要說 即是個個好像怕死會什麼 順次處罪 應該很快的 那選舉時 你把神聖的票 首先 他會給你一張選票 檢查清楚 有沒有崩了一個 有沒有被人撕開了少少少 又有沒有派花了 有沒有人用筆劃 有沒有其他圖污 或者物織 或者手指印 全部那些不要 一定要確保是毫無花 如果你發覺有個手指沒有 你就叫工作人員要求新的 第二 檢查印是否有墨水 如果太濕 尤其是早上 因為墨水是新的 一定很濕的 輕手一點 第三 蓋印後 就要吹乾它 但是蓋印時 都要記住 一定要吸在圓圈範圍 不可以出街 出街 就不當是一個正常票 如果你錯手 都可以要求工作人員 再給你一張新票 你不可以多吸一個人 不可以說我吸兩個 不可以的 一定要吸一個 那 印乾了 你真的等它乾了 吹乾了 它 仰乾了 看到它乾了 沒有閃亮亮的水 才好接 因為如果不可以 你接到其他地方 會有一個印 他可能當你的票是花了 也可能會因此 不當你的票是廢票 最重要最重要 自己親手 將以蓋印的票 投入投票箱 不要讓任何人 幫你扔進投票箱 因為他們可能會 拿了你的票 幫你扔進投票箱 就用手撕一撕 那你的票就變成廢票了 所以希望大家 注意這幾點 希望大家心儀的人選 都能當選 我們開個盤 我這區只有二分之一機會 我就不買自己民建聯 會贏 我估計它應該 如果沒有任何廢票的情況下 應該六七成機會 都應該可以當任 但問題是 因為我們的議員 其實政績是不錯的 但他都怕 之前他都說被人恐嚇過 他都怕 會不會有人不敢出來投票 或者有很多人出股 令到票費 這是令他擔憂的 但如果沒有任何意外 應該是他會當選的 大家等下我消息 看看我會不會公佈起信 大家也可以在我留言 你買哪個贏 你那區應該買哪個贏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那一天 順利可以投票 晚上應該會多人 所以建議 如果那天不用上班 可以早點去 如果真的要上班 那沒辦法 也都是 如果你們那一區 你知道你有一些 或者家人 是晚上才可以投票的 或者你們拉大隊 去一起投票 這樣就變成晚上會安全一點 也因為這樣 他就不會變成落單 只有一個這樣 那就會安全一點 希望大家都守望相在 好 拜拜